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晚上11点 我们今天来讲萝卜糕 其实是为了要介绍我们正在团的一款港式萝卜糕 那我们已经团过很多次 我觉得很好吃我们要来特别介绍它一下 从我们的数据里面发现 我们有比利时的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要跟比利时的朋友说 嗨 他住在布鲁塞尔 你好 谢谢你喜欢 在美国也有听众 在美国的听众还挺多的 比利时跟我们时差不到多少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时间 可以的时间它就听嘛 就我们上完之后 其实它是很快就可以在网络上面收听的 主要还是台湾 接下来就是美国有听众 还有比利时 感谢比利时的朋友 美国的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 感谢 感谢 今天讲萝卜糕 不知道你们在他乡 是不是也可以吃到 类似的萝卜糕 在美国可能很容易 因为美国有中国城 他们可以吃到中国的食物 机会可能比较有 比利时我不太清楚 那就要想办法自己做了 只要买得到米的话 应该也是做得出来 我想收听我们节目的人 他们可能是华裔吧 要不然他们听得懂我们讲 应该听得懂我们说的语言嘛 是博语 所以他们应该是华裔的朋友 对 萝卜糕这种东西 对于身在台湾的我们来说 我觉得是听很久了 不觉得很陌生 觉得它很熟悉 就像饭一样 国民美食 对 时常吃嘛 早餐 现在早餐店都会有萝卜糕这个选项 对 那我以为是大概中国人都知道 萝卜糕这件事情 那后来我们为了要 让我们的内容更丰富一点 我就去稍微查了一下资料 我发现了 萝卜糕它并不是 整个华人圈都知道 资料上面是说 主要是分布在广东还有福建 沿海的两个大城市 也许你跑到上海 或者是山东 或者是北京 或者是长安 你就吃不到萝卜糕 代表说 那个地方的人 他不吃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属于我们南方的食物 北方可能以 小麦为主食 对 它可能更多的是 包子类啊 抗饼啊 大饼小饼之类的啊 资料显示 在广东 潮州 还有汕头 我们这些区域的人都会吃 菜桃柜 就是萝卜糕 萝卜糕 那么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也有很多人吃萝卜糕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想沿海的那个居民 他们可能经商吧 他们移居到附近的国家去 对 所以这些食物也会跟着 那个移民的关系 就传到别的国家去 都能拿去 历史上是说啦 一般我们的侨民 福建那个地方 移到外面去讨生活 因为福建那个地方 山多平原少 人口又多 那就出来讨生活 那你就移民到新加坡 马来西亚 所以也把这个食物 带到那个地方去 萝卜糕它仅限于广东省 广东那个地方 台湾 福建 这几个地方 萝卜糕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 它根据省份的不同 它也有不同的做法 好比说我们台式跟港式就差很多 嗯 台式的萝卜糕 南北可能也差很多 你是吃北部还是吃南部的 北部跟南部我都吃过 因为我是台北市人嘛 那我的婆家是台南 所以两种的萝卜糕我都吃过 有什么不一样 北部的萝卜糕当然就是 你会感觉 它的那个主要食材 就是萝卜跟 应该是糯米 跟他们那个比例应该是 糯米跟再来米 那个比例 这个当然是商业机密 我不清楚他们怎么做的 嗯 可是我婆家他们的那个 他们其实吃的不能叫做萝卜糕 嗯 他们都称叫做白糕 如果国语讲叫白糕 为什么 他们有放萝卜 对 他们其实吃的其实是不加 萝卜糕反而不是那么普遍 嗯 你要做萝卜糕当然就是要另外再 放萝卜糕 台语叫做去加到那个 那个糯米或再来米的比例 对 是 通常他们普遍他们在传统市场 每天都会有人在卖 白糕 对 而且可能家家户户的媳妇 都会做 真的哦 是 像我小姑她就有 就学到我公公跟婆婆的 这项好手艺 对啊 我听你说过他做的很好吃 对 他们那个再来米去磨嘛 他们经过有那个机器 然后那个比例 那么加了水 我就完全都靠他们的经验 嗯 做出来 他们说 我看到的是家家户户都会自己做 哦 那 呃 一般的传统市场 每天都会有 就是真好的那个白糕 在市场上卖 我要吐槽了人呗 没关系 你不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有三百六十天在桃园 剩下五天天天都在那边看到有人卖白糕 因为就是印象这个 不过因为我小姑也住在桃园了 所以他们比较喜欢吃他们传统家乡的那个味道 所以他会自己做 嗯 他有做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吃到了 我吃过最好吃的萝卜糕 油加萝卜 是我妹妹拿给我吃的 我妹妹她老公就是我的妹婿 嘉义的民雄人 嗯 也是他们家的那个姐妹啊 你知道乡下地方嘛 她就会过年过节就会准备 那我妹妹会不会做我不知道 我妹妹年纪那么小 我妹妹年纪怎么会小 她拿给我吃 好好吃哦 传统我做的那种萝卜糕好好吃 真是太好吃了 干冬的要命 就是食材上面 我觉得自己做的那个萝卜糕 在食材上面都蛮用心在料理 会不会是因为季节刚好 因为要冬天的萝卜比较好吃吗 对对冬天的萝卜会特别好吃 讲到萝卜我就想到 我们之前去长剧吃的萝卜丝 萝卜酥还是萝卜丝饼 萝卜丝饼 萝卜丝 长剧 之前我们吃是在仁爱路上吃的 他现在仁爱路那家关掉了 在101旁边有 你去搜寻一下 长剧 食材聚会 长剧 它是一间很不错的餐厅 有的时候 我们想要犒赏自己的时候 我就会带着我们的同事一块到上面去吃吃喝喝 萝卜丝 想到萝卜丝就想到那一家的萝卜丝吃到真是要 感动 感动 不是很贵啦 三个120我们还是吃得起 那个时候 现在不知道怎么样 台式的萝卜糕就这样 没有看资料 他说台式的萝卜糕 它是切丁 还有切丝 你是吃到切丁的还是切丝的 切丝的巨多耶 应该是他们的这个 因为萝卜糕后来又发展出来芋头糕嘛 对 芋头糕你就可以感觉到是切那个小块状 对 萝卜的部分我真的没有吃过是切小块状 你会不会做 完全不会 那你看过 看过 看过你小姑做 还没看过你吃过 是是是 就跟我打手工照一样 这个实在是不行 只有洗过了 没有 不会做 你还没 你看过吗 我看过 你看过我打手工照过 看过啊 你忘了还有开班授课 对 对 台式的萝卜糕 萝卜糕用料就很简单 我觉得简单就很好吃了啦 是 台式萝卜糕有台式萝卜糕的优点 吃起来是清甜的 如果有人会做的话 是是是 我曾经尝试过做一次 炒的手都软掉 为什么要炒 它那个很像要先把那个萝卜丝 要先跟那个米要炒的伴手 然后再拿下去铺 再蒸 我听我大姐说 他们有自己尝试做过萝卜糕 可能 可是现在好像超市啊 会有卖所谓的萝卜糕粉 我觉得不妥 如果我要做的话 我一定会找到一个 可以磨米粉的那种地方 磨那种粉出来再做 比较 尝试过几次都失败 萝卜糕 然后港式萝卜糕呢 跟台式的萝卜糕就不太一样了 港式萝卜糕呢 它里面还有放太白粉 还有马蹄粉 你知道什么是马蹄粉吗 可能就是那个 我也不知道 萝卜糕是不是 那个是叫念薄糕吗 应该是吧 我不算确认 还有橙粉调和 再加入腊肉和虾米 味道很多 如果去那个港式饮茶 就是必点的 点心 对对 几乎每一个人到里面去 都会点个萝卜糕 然后再点个凤爪 凤爪也会点 因为他们的凤爪也是很 制作过程 我觉得是挺麻烦 因为他们是炸锅吧 炸锅在卤吧 对 然后还要再蒸 对 然后还有那个豆豉排骨 豆豉排骨 很好吃 烧麦 烧麦我比较不吃 真的哦 我真的是对那种姜 不喜欢吃 腐皮虾卷 腐皮虾卷我就愿愿吃 腐皮虾卷好好吃 因为是腐皮的关系 里面刚刚有讲到一个成粉 成粉呢 它是一种没有筋的面粉 成分它是小麦 一般我们在吃那个 透明的虾饺 外面那个透明的那个 它就是成粉做的 我曾经试过 自己弄啊 对 我去买一个成粉 然后那个时候 网络不是很发达 我不知道成粉怎么弄 但稍微知道 书本里面写了 说要用热水 然后我就用热水去 后来做得很失败 最近在YouTube有看到 怎么去做虾饺 就恍然大悟 原来要这样 我们那个儿子 他就指明说 妈妈 虾饺 我说好 等我心情好的时候 就来了 港式萝卜糕 里面的料比较多 放的比较多 我在想 这些比利时的朋友 还有美国的朋友 当听到我们在讲 这种家乡味的时候 一定很惨 比较我们很幸福 走出去 也就可以吃到萝卜糕 只是说好吃或不好吃而已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介绍吃法 每一个地方的吃法不太一样 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就只有尖 我们大部分台湾人就是尖嘛 我要讲一下 萝卜糕 我是这几年才吃 我之前都没吃萝卜糕 真的哦 我外婆不会做 然后我住我 我住我南部的亲戚家 他们也不吃萝卜糕 听起来萝卜糕 好像本省人比较吃 尤其在过年的时候 因为它有像年糕一样 有步步高升的 那个意涵 我到那个 我在新店住的时候 我跟我一个姥姥住 他也不吃 湖南人 他也不吃萝卜糕 后来我跟我那个 念大学的时候 我在我教授家里面待过 他是江苏人 他也不吃萝卜糕 所以我没有什么机会 吃萝卜糕 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 拜拜的时候 除了会准备萝卜糕 年糕啊 拜祖先 所以他算是 我们本省人 蛮家常的一道 应该是真的是点心 是点心吗 还是可以当饭吃 他只能当点心 后来跟台湾人在一起 比较频繁之后 就会渐渐就吃到 那这几年当然就吃的机会很多 尤其是在我从事这个工作之后 我们就要时常吃萝卜糕 或者听说某一个萝卜糕很疯狂 我们也去买来吃 就这样子了 我们还是讲我们的萝卜糕好了 我们试了很多萝卜糕 原则上我们留下的是两款 有一款是我去世贸展的时候 食品展 台湾百大 也是嘉义民凶的 也是嘉义的 他的名字很像叫嘉宾吧 我忘了你可以到网路上面去查一下 是台湾百大的 伴手礼 好像是百大伴手礼里面的一项产品 我吃了之后就很开心 我们也团了几次 但是因为要开他这个团 要跟他订很麻烦 我会好 什么越来越懒 就是没有LINE的人 我都不跟他订货 有LINE比较方便 有的厂商 像我们有卖一个卧虎长龙包 他一定要用手机电话打 好麻烦 他也不给我手机 因为他之前是公司 然后像这个百大伴手礼的这家厂商 他也是只给电话 他不给LINE 生意太好了 他生意太好了 他也不太想要做萝卜糕的生意 生意太好了 他不接我们这种小壳 他的东西包装的也很好 然后就是这一款 我们今天本周在卖的这一款 当是萝卜糕 我们觉得也是很不错的 一个煎嘛 不管是每一个地方都用煎的 很多人都用煎的 其实他用蒸的也非常好吃 对我觉得我们这一款港式萝卜糕用蒸的很好吃 如果他是一个厉害的萝卜糕 蒸的可以显出他的美味 他如果说太烂 其实他就经不起蒸 因为热了 凉了之后 他就会变硬 对不对 热的时候他会太软 太软 所以他那个比例 跟那个米膜的跟加水的那个比例 其实就是在他们的商业机密 我觉得我上回吃的那个就是 我就觉得米不是完全的再来米 粉餐太多 吃起来的口感也不好 对 其实吃起来是 打鱼他们有了为了可能成本考量 水的比例会抓得很高 当然抓得很高 那个萝卜糕就会太软 他可以再放太白粉 让他的那个黏着比较好 或者是玉米粉 然后再来是味精放太多 有的萝卜糕味精放太多也不好吃 还有我们这款萝卜糕 他很特别 他有做素的 我们还没有讲完吃法 吃法 还有一个 还有炒 是 炒萝卜糕 可是炒萝卜糕 他的萝卜糕可能要比较硬一点 他先煎一煎 煎一煎再 AKSO酱炒萝卜糕 说是在大餐厅里面 有专门的这一道菜 用AKSO酱去炒也可以 据说在东南亚 他们也会把这个萝卜糕 就加甜面酱啊 葱啊 鸡蛋啊 蒜啊 一块炒一炒也可以吃 听说啦 我又没有去过东南亚 我不能说我没有去过东南亚 因为我有去过其他国家 因为这个吃法我们可能比较少看到 对 餐厅比较容易见到 因为我没有去过马来西亚 所以也不能说 你去新加坡你没有吃过这种东西吗 没有 上次我们去的时候 说很多人在卖 很多人在卖炒萝卜糕 说新加坡 马来西亚 没看到 没看到 那你可能都在大餐厅吃饭 所以你就没有看到这个传统的美味 我们刚刚介绍的就是台式萝卜糕 还有港式萝卜糕 做法 还有吃法 做法就不用讲了 说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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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要跟你讲 其实是要跟你讲说 他们两个在取材上面是怎么去取的 还有用料上面 最近在po的这个港式萝卜糕 是我们觉得他跟嘉义民雄的那家在博种之间 然后他的价格 我觉得还好 差不多吧 对 价格差不多 差不多 外面的价格 现在也是落在一公斤 大概是130 140 所以他也没有高多少 一公斤130 140 当然还有更便宜的 我也看过那种一公斤80块的 一公斤80块的也有 我也不敢卖 批发商叫我卖 可是我不太敢卖 有几个原因 萝卜糕